各位鄉親大家好 歡迎收看一位五合新中華新聞 我是丹希米 新聞一開始先來告福建 福建鄉第28次了解委員會 五合再起基盤生理大會 由鄉長就能點辦法聘書 給12位委員 在生理大會當中 12位委員也投票來算出出席 最好是許其想動算 了解委員會出席 福建鄉第28次了解委員會 生理大會 鄉長有請願典是親自辦法聘書 讓12位了解委員 鄉長有表示 聘領的12位委員 都是在地圈許留困難有名望的人 了解會為了鄉親白駕救婚案件 讓地圈更加和諧 對本地民眾來說 了解的好處不然有發如好過 而且省時間省錢又負責董事人的需要 今天是我們福建鄉公所 調節委員主席的改選 然後也是重新聘任一些就職的典禮 然後我們新任的主席是我們的許其想 在我們鄉公所來擔任調節委員也快20年了 相當的資深 我們的蔣國蘭主席呢 因為年紀有點連長 要退休了 所以說我們這一次就重新推級主席 我們許其祥主席呢 獲得前述的通過 所有的委員一致 公認我們許其祥來擔任政主席 這最適當的一個人選 我們希望說許主席擔任主席之後呢 能夠在我們福建鄉 各個就是每一次的調節都能夠很順利 然後來領導我們的所有的調節委員呢 來幫忙我們福建鄉所有的鄉民 在此呢我們對我們所有的調節委員呢 非常感謝他們 對我們福建鄉的鄉公所這邊的付出與幫忙 許其祥委員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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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定的條街回租社蔣國南 因為有血肉退休不再聘人 調街回租社是在專屬委員投票之後 由許其祥委員動算調街回租社 非常感謝我們蔣鄉長 我們代表會的主席 還有我們所有委員的支持 這次很榮幸可以做到調街回租社 這次調節會也進來三位新選 都是在保險業務非常強的那個優位 他們都進來到我們的調節會 希望我們福建 福建像是調節會 在處於這些事情的時候能夠更專業 更能夠把調節安全成功力帶高 鄉長表示感謝條街委員 烈心公約中現所額 做工程為地方百塊求分 讓地方能夠更加和諧 新春華新聞 蔡良強好評 蔡宏博登